而另外这场马路上的车祸呢 造成了这个意外啊 造成了这一个家庭的破碎 还撑不到中秋节 这是前几天台风前夕的时候 台中县有一位大学生呢 三更半夜冒着风雨骑摩托车 去接喝醉酒的父亲回家 没想到掉进了水沟里面而溺死了 台风前夕风雨加大 这名孝子冒着风雨骑车出门 只为了赶快接喝醉酒的父亲回家 没想到这名孝子一去不返 监视器的画面也成了父亲永远心碎 爱子最后的身影 当然是我很伤心啊 自己的亲人 再看一次 事发当天孝子的车子骑着飞快 当时风雨不断路面湿滑 整条马路上没有其他车辆 只有他赶着去接父亲回家 没想到天羽路滑 摔进这个升120公分 宽60公分的水沟里 不幸死亡 事发现场路旁仿佛手臂出的铁柱 都被硬生生的撞凹 新买的机车前方 更是撞得惨不忍睹 可见当时撞击地道有多么猛烈 撞击以后可能就晕倒过去 不省人事 然后又逢那个有下一些雨 然后再溺斃这样 这名机车骑士 今年才考上大学 因为心急去接酒醉的爸爸回家 才会失速打滑 发生这起不幸意外 孝子冒着风雨 骑着车出门接父亲 现在却只留下 这样最后的身影 让父亲心如刀割 中天新闻 村广瑞林书役台中采访报导 好 好